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我們來到泰蘭 然後來到這邊啊 必備就是要先拿便宜 然後這個便宜就先炒過 那便宜就是它 欸這如果不是疫情期間 欸你要吃很難啊 很難 那排隊排超蠢啊 嗨 歡迎來到台南吃貨市場 今天來吃什麼 阿亥亞火鍋店 就在這邊 我跟你講它這個位置啊 如果不是在地人跟你抱 你根本不會知道 它的扛棒你看 非常的小 根本就想不到 究竟可能疫情的關係 你看沒有什麼人 所以今天就沒有排隊啊 不然我們以前都透過 特殊關係錢要幫我們定位 然後在地人都說不要太高調 那我們今天就低調一點報導吧 然後這間呢它是專門賣魚翅火鍋 但老實說我不會點魚翅 因為沒有消費跟沒有傷害 那每一個人選擇的東西都不一樣 喜歡吃也可以吃 沒有什麼不對於錯 好啦 那我們就去吃吃看 好不好吃吧 Let's go 好 我們來到泰蘭 然後來到這邊啊 必備就是要先拿 便魚 然後這個便魚有先去炒作 那便魚就是它的 湯頭好多一點 然後番茄一定要加 番茄也是湯頭的 美味的牛奶油 然後把一些 的菜都給它加一加 然後 這邊跟那個什麼 跟甜蜜蜜比起來的話 它湯頭會少得好一點 可是甜蜜蜜有那個 冰淇淋 冰淇淋 說真的甜蜜蜜的那個 火鍋料越來越少 我覺得害的還是很厲害 好啦 我們現在在等它滾 滾當中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過去吃的經驗 以前我們會來這邊吃的是 它那個豬肉有沒有 這樣子一盤啊 那算是100塊 而且它是蓋不住的 現在物價非常 還是有一些差距啦 然後現在長到120 然後又縮水 稍微覺得有一點 CP值變得有點不太高 然後 這次啊 我不會再介紹 我喜歡的火鍋料了 因為我怕跟 上次我推薦 甜蜜蜜一樣 都吃不到我們要吃的東西 好啦 推薦幾個啦 就是它這邊的那個 食袋 好吃 然後這邊 我覺得比甜蜜蜜搶的地方 就是它的 佐料很多 有紅醋 紅醋超貴的 再來就是它的那個 佐料區裡面還有香菜 這香菜在貴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在跟你客氣 我的鍋已經要買出來了 喔 它的芋頭碗 我也每次都會點 蠻好吃的 很紮實啦 你看 好吃 好吃 來吃一下這個 福袋給大家看 福袋我是蠻喜歡的 奇怪 別間的火鍋店 都沒有這種福袋 其實沒有那麼紮實 你看 它的福袋 你知道 喜歡吃豆腐啦 這邊一定要拿豆腐 它們豆腐是真的蠻好吃的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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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urages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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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吃 yas玩 這排隊排超蠢 這個也蠻好吃的耶 泡湯其實 會彈一下嗎 不會 不會很濃郁 好吃 他們的藕仔也是必點 因為他們的藕仔有先炸過 對 讚賞一下 這邊算是 算寵物友善了啦 就是你只要有帶籠子 就可以把寵物帶進來 好啦 那我們就把這邊吃一吃 待會再來做個總結吧 對啦 好吃嗎 好吃 我覺得他們的丸子都還算蠻紮實的 反正你們如果有來吃的話 可以點他們的丸子 算每個都是蠻紮實的 用料很實在 價錢也不貴 我們今天這樣子很多喔 加上多少 1520 所以其實吃起來可能1000出而已 價錢很便宜啦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就是別處如果你們有吃海鮮的話 可能會稍微貴一點 可是我們 沒有吃 我們來這邊都不吃海鮮了 就更見仁見智啦 好啦 最後如果喜歡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太輕 下禮拜 那還有什麼推薦的火鍋嗎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每週二週四晚上八點 主持生片 是嗎 我怎麼會那麼傻呢 你們大家說說看 拼拼禮 那國中直接升高中的 直升的有加權分數 他竟然沒有要讀 所以請看 OK 我 FILM 麻煩了 關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